在萨尔维亚 鸡头白脸的去当地的超市 购一次物要花多少钱呢 包括这里的物价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 今天又让我这个不能露脸的 没脸的朋友 带我去一趟 还有多远 两三百米 两三百米 这个地方叫共和国广场是吗 对 共和国广场 附近的叫什么名字这个超市 麦克西 麦克西 是连锁 就是说它是当地比较大的呢 还是就故乎的超市 当地连锁的 那就相当于中国的 就是物美或者说全球的沃尔玛的当地的 对 就是类似于当地的一个著名品牌 对 规模没有沃尔玛那么大 里面的物价你感觉怎么样吗 都挺低的 比那个小瓶子的卖的那些东西都便宜 你比方说吧 咱就说同样买一瓶水吧 在麦克西里面一瓶水多少钱 小瓶子里面大概多少钱 麦克西里面是25 在外面要70 70 贵三倍 从公和国广场的那个巷子 我往这边转 那个就是公和国广场 那个巷子里面往这边走 然后呢 就到了这个叫麦克西 我发音还行吧 麦克西就在一楼 这个超市在这一块算大的了 是吧 OK 里面让拍摄吗 可以 可以拍摄 挺好 我一来就立马给我开门了 可以 我们先看一下菜吧 你先去逛一下吧 嗯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我就不换算汇率了啊 现在是17的汇率 就按当餐的来算 比方这样的一包菜 这个是 已经是 就给你切好洗好的了 应该是啊 就叫什么素成菜 109 咱就看正常的 哦 还有大葱呢 这还说一下 这边都是按公斤算啊 159 这是公斤 按公斤算的话 我觉得比国内还便宜 洋葱64 素成那就不给大家拍了吧 因为这个在这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贵一些的 你像这个是100多 应该是5块多 一公斤 那就是 这个是丝瓜啊 那就是一世斤的话 就是两块多 西红柿呢 卧槽 这个西红柿可够大的 119也是5块多 一公斤 两块多一斤 一世斤啊 这个是椰子吗 椰子 椰子挺便宜的 199 还有黄瓜 价格都差不多 也是100多 一公斤 看一下牛奶啊 这种大桶呢 应该是一升的 134 也就是说 不到10块钱 相交啊 这个应该是KG公斤 这个是189 还是789 不可能是789 我觉得应该是189 189一公斤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它的香蕉这么大呢 哪哪都大 这个玩意儿 波罗是229 这个是生姜 我发现有点贵 公斤啊 259公斤 苹果没写多少价格 标签掉了 梨 梨是150 一公斤 啊 我喜欢吃蹄子啊 蹄子的话 是199 一公斤 走的时候 买点吧 到我们走的时候 买点这个蹄子吧 怎么样 你不喜欢吃水果是吧 啊 看一下这儿的茄子 卧槽 这个茄子是真够大的 99 一公斤 这是便宜了吗 这茄子啊 西葫芦 79 一公斤 啊 这个茄子胶是 100 应该是 179吧 还150 还有这个胶 169 啊 看一下 火腿肠啊 啊 没点眼镜 有300多的 199的 187的 还有佩根 佩根也是100多 这不看见佩根好便宜 100多也就10块钱嘛 10块钱一把 哇 这个货得上大 269 还有底下 底下有便宜呢 底下这个便宜 189 这么大 189 这个是400多 可能 可能分品质吧 这个199 它这个香肠比较大的 658 一公斤 688 一点肥肉没有啊 啊 这个应该是牛肉 啊 牛肉 有1100多 一公斤 这是900多 一公斤 牛肉一看就看出来 这个猪肉有时候看不出来 那个应该是猪肝 299 看一下 Chicken 鸡肉 嗯 它都是剃好的 这是纯鸡胸肉 还有这个 509 一公斤 那么也是 599 一公斤 去掉皮的 老外人不吃皮 纯鸡腿的话 是289 一公斤 整只的话 是299 一公斤 我估计这个 可能那么热 啊 上面写着 公斤 公斤 这是买那个素成食的 就是类似于快餐吧 比方说这样一份 西红柿要37 嗯 这一个烤鱼的话是5块钱 哇 这真大 跟我一扎手 那么大了是 类似于切盒啊 之类的 哦 那个鱼真划算 我靠 120 也就是56块钱 那个也是150 那么大一块鱼 直接把鱼头去掉 就整个一条鱼 而且炸好的 熟的 呃 不到10块钱吧 我最喜欢吃的脆脆面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脆的 嗯 是57 150块5 2块5一袋 我待会自己要买一点 买两袋吧 我就喜欢吃脆的东西了 但是必须是中国口味的脆的东西啊 要是别的口味的脆的啊 给大家看下咖啡粉 呃 360 这一袋360 应该是当地的一个品牌 小餐食了啊 小餐食不具备大宝性 普通老百姓呢 就是常用的糖啊油啊盐啊 米面油啊 油盐酱醋之类的啊 呃 当地的小瓶啤酒中瓶吧 88 啤酒 呃 小瓶的99 啊 100也就5块钱左右吧 这儿比那个 尼泊尔的啤酒可是便宜多了 这才56 哇靠这个大瓶的56 也就是和中国的非常接近了 56 这个应该是当地产的 啊 54 越往下有便宜 有发现 54 大瓶的啤酒啊 就中国的燕京啊 青岛大瓶的呀 嗯 看一下这个应该是家事簿 相对比较精装的了 需要89块 想喝酒的可以来这儿来了 基本上是 可以实现酒自由啊 这上面应该是精装的 或者说要么瓶子比较高档 好一点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这都是咖啡29 一袋 就小一袋 我们看这个嘛 看这个 这个叫 雀巢的 全球统一的大瓶盘 500 一瓶 小瓶的 大瓶的话呢 要1000多一点点 也就是60块钱 这个是基本上全球都差不多 在尼泊尔好像 我印象当中 也和这个差不多吧 好像要便宜一点点 比较喜欢吃意大利面啊 这个意大利面呢 就是老百姓最常用的 就类似于我们的面条了 89 有100 这么一大袋 有个五块钱 五六块钱左右 当然也有便宜的 当然也有便宜的啊 还有不到100的 反正是就是越往下越便宜 你看这一大袋才89 这底下更便宜了 这得74 这个袋还大 你看多少克吧 500克一斤 一斤74 不到5块钱 饮料啊 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应该当地比较用的 这个特别纯 昨天我已经喝过这个了 我在外面买的是140 这个超市买的 卖130 也就多10 迪纳尔 这个无所谓了 还好还好 100多 不到10块钱 这一大桶 这个桶超大 我感觉比那个格格勒 那个大瓶的还要大 反正就是东西 也和中国的摆法一样 越往下的越便宜 这个100 是大桶的 看看桃汁吧 桃汁189 普通饮料150 苹果 应该这个橙汁 菠萝汁 213 蓝梅 不是蓝梅 这个叫 哎呀 到嘴边想不起来了 说这样可以 车粒子 车粒子 说到了塞尔维亚 可以实现车粒子自由吧 我还没碰着呢 是不是没到季节 240 这个蓝梅的便宜 159 这玩意是好啊 我喜欢这玩意 因为国内 显得特别贵 就没怎么 舍得买过它 到国外就忽然感觉 有一种差异感 就特别想多买一些 这个 当地的可乐 104 啊 那个可乐看到了啊 可口可乐100 也就是56块钱 这个全球的价格 都差不多的 51 这个是大桶的水 今天我要 我自己要买一点水 这个是35 还有54的 这个呢 是74 底下这个多少钱 58 这个大桶的58 硬纸还是相当便宜的 这应该是测 那个厨房用纸 84 大桶的话更便宜 卧槽 这个是那种超大桶的 399 也是啤酒 这个也是啤酒 这个啤酒便宜 好像是快要过期的 是不是 64 两块多 这个一看就特别有诱惑力 135的大桶饮料 下次再买吧 他们的早餐 我发现都是吃面包 面包牛奶 在这啊 在这 这是常用面包啊 卧槽 这个面包有多大 我给大家看一下 又大又又沉 这么一大块面包 114 哇哇哇 这个太便宜了吧 再给大家看一下 底下中型的面包 还有84的 这一个面包 估计一家人都吃不完 99 100 大概就是100多吧 哦 这个个便宜 这个可能是要过期了吗 还是好几天了 可能是 这才59 可能不一样啊 也挺沉的 59 这一个牛角包 50 两块钱 14 可能晚上来买 可能还更便宜 我们已经鸡头白脸的 购完物了 在当地的最大的一个超市 我买了两袋 方面 两瓶水 还有什么 牛奶 还有还有 我这个等下 大概再看一下 哦 有小票是吧 小票 那么我也不认识啊 啊 葱 毛骨 猪肉 猪肉 西葫芦 还有什么 这什么呀 猪肉 啊 这是猪肉猪肉 还有一点 调料吧 就这么多 鸡多白脸 多少钱 1400 1400 1140 1100 啊 就打1100吧 1000块钱的话 是60 60多吧 总共下来 70块钱 差不多吧 70块钱 我感觉啊 就是这里面的消费 是因为 它在公合广场附近 即使哪怕是连锁的 可能在真正的实现 这一块 可能人家会做 微调 你要是做 因为整个 贝尔戈拉德国 那年 古古十几公里 我也看到了 稍微偏僻的地方 当时没有拍视频 可能还要比这还便宜 基本上和我们国内的 二三线城市 是差不多的了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 鸡头白脸的 在当地超市购物的视频 今天就拍到这里了 有的东西很便宜 比方说 牛奶 还有他们当地的水果 水果饮料 鸡肉 这也都是很便宜的 因为我 大家换算的时候 第一是 我说的当地的价格 大家去算 除以十七 和按公斤来算 因为国内 它是按市井来算 这边按公斤来算 你这样一算的话 总体来说 要比国内的 不能按北上广深 就比二三线城市 要便宜一些